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咱们又见面了 那么在上一讲的时候呢 咱们一起来学习的是数的种物特征的上 那在上里面我们学习了很多常见的数的种物特征 比如说要看末尾的 那个叫末尾系 对吧 比如说像2啊 5啊 4和25 再比如说需要看和的 还有我们新介绍了一个看叉的 那么在这里大家就要问一下各位同学了 这些你是否还能够熟练掌握呢 当然 那好 大家老师稍稍地做一个小小的课前测试 那我随便说两个 看看同学们能不能迅速地反馈出 它的种特征应该靠什么来判断 好 那首先第一个 被九整除怎么办 数字核 非常好 看这个多位数的数字核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还说了 这个方法不仅可以用来判断能否整除 是不是还可以来判断它除以三或者除以九的余数 对吧 好 那下一个 被十一整除看什么 基位的核与偶位的核做差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对吧 那么严格来讲应该是把一个多位数从末尾开始按照基数位和偶数位分开 把基数位上的数字核和偶数位上的数字核做差 看这个差能否被十一整除就可以了 大家还强调了 这个办法同样也是我们来判断这个多位数除以十一余几 但是当你又来判断余几的时候 大家老师是不是特别强调过了 一定是要用这个多位数的基数位上的数字核去解 哦 数位上的数字核绝对不可以反过来减的 如果不够减 那我们就给基数位上的数字核加若干个十一直到够减就可以了 嗯 不错 检查的效果还是蛮好的 那也希望各位同学一定要把我们上一课讲过的这些种特征一定要背下来 因为这部分的题目只要你输特征了 你就能做得了 如果你忘记了 那基本上就没戏了 好 那今天呢 咱们一起来学习的就是数字种特征 在我们上一课介绍了那么多数字基础上 在这节课 大家老师还要给同学们再隆重推出一个常见的数字种特征 它呢 可以说是称之为这个内容当中的后起之秀 也就是说 在前面的考试当中呢 前几年基本上很少会出现它 但是在最近这几年考试的时候 我们的初学老师非常热衷于出关于这个数的整除的题目 所以呢 今天首先我们先来见识一下这位后起之秀又是谁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海老师的传功时间 这个数那就是九十九了 还有朋友说 老师 九十九 那按照你上一课的说法 拆成九和十一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被九十九整除 那只要能被九整除又能被十一整除 不就OK了吗 干嘛还要在专门来介绍一下这个呢 那同学们的想法没有错 被九十九整除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确实是按照九乘十一的方式来做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这样子来做 你得考虑数字核吧 还得考虑基数位后数位的数字核的差值 需要考虑的东西 是不是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就不太像我们判断背二五 我只要看个末尾 对吧 被九整除只要看个数字核 那么的简单和操作 所以在我们做这个跟九十九整除的题目的时候 在以前做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难点 同学在这里经常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吧 故此失彼 所以为了帮助我们同学能够更加省事的 完成被九十九整除的题目 在这里经过我们的前行钻研 对吧 大家老师多年的经验总结 对吧 那我们得到了一关于九十九整除的一个独有判断方法 也是非常简单 可操作的 那被九十九整除到底怎样来判断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被九十九整除的数的特征 只要满足这一点就可以了 把这个多位数从它的个位 也就是末位开始向前 两位一段 两位一段 之后把断开的这些数段上的核加在一起 我们只要看这个核能不能被九十九整除 就可以了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一千两百三十四 又出来了 一二三四 一千两百三十四 我们现在想判断这个数能不能被九十九整除呢 那根据我们刚才说的方法 从这个多位数的末位开始 两位一段 一二 三十四是一组 对吧 然后再断开 十二又是一组 为了把断开的这些数加在一起 是不是就应该是十二加上三十四 加完是多少呢 四十六 四十六 好 看看四十六能不能够被九十九整除呢 当然不行 这很明显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肯定是不可以的 所以一千两百三十四这个原来的四位数 是不是九十九的倍数呢 不是 九不是了 OK 我们就轻松搞定了 太简单了 是不是要比九和十一的判断起来 要方便很多吧 操作起来也是不是也很简单 那再给一个 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呢 那就是一二加三十四五 能不能被九十九整除呢 那从末尾开始 两位一段 记住 一定是要从末尾开始啊 可别就从左往右按顺利就卡卡分好了 从末尾开始往前 两位一段 两位一段 那断开到前面的一 那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吧 那就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 那加起来就应该是一加二十三加四十五 那来加一下 这个的结果是多少 等于六十一九 好的 是不是九十九的倍数 不是 也不是 所以这个五位数也不能够被九十九整除 好 那这就是被九十九整除的数的特征 从这个多位数的末尾开始 两位一段 把断开的所有数加在一起 只要判断这个和能否被九十九整除就足够了 只要一点 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搞定被九九整除的数的特征 好了 那关于数的整个特征 需要同一文记住的知识点到这里为止就全部都讲完了 那希望我们的各位同学把今天的还有我们上节课的所有知识点一定要全部都记下来 因为接下来咱们的题目就要去综合使用这些内容了 如果你忘记了哪一个可就不应该了 好 各位同学 消息的时间结束了 刚才呢 我们已经判断了如何被九十九整除 学习了它的相应的判断方式 那接下来咱们通过几道题目 先来巩固一下 九十九整除的特征应用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立一 有三个小问 咱们一来看一下 刚才说过了 对吧 最近这几年的后期之秀 在悲赛考当中还是蛮常见的 那第一小题来自于我们的希望碑 一个六位数二零框框零八能被九九整除 问框框里面这天的两个数应该是谁呢 那太简单了 对不对 那被九整除判断呗 那就两位一段两位一段 二零框框零八 从末位开始两位一段两位一段 OK断开之后所有数加在一起 那就应该是二十加框框组成的两位数 对吧 再加上零八呢就是八嘛 然后应该是九十九的倍数 对不对 把它整理一下 那就应该是二十八加框框 好 那现在我知道的就是这个数加完 肯定应该是一个九十九的倍数 但是我肯定要想的是 我想要把框框算出来 我得知道等于多少 对不对 那是九十九的几倍呢 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五倍 六倍 七倍 八倍 九倍 一倍 为什么只能是九十九的一倍呢 那两倍的话 减二十八就是三位数了 非常好 这个加完之后的结果是九十九的倍数 两倍数解释九九的二 九十九乘二 是不是就是一百九十八了 那减去二十八 那你得到的是不是肯定解释一个三位数才有可能吧 或者换句话说 这两个方框里面添的数紧添了 是不是就是两个九 二十八加九十九 也不过才是一百二七 到不了九十九的两倍 所以才只能是九十九的一倍 也就是说这个一定要等于 九十九 那你说 方框代不了人数卡卡一戒 九十八 九十九减二十八 答案就是七十一了 好 你能看下解释过程 有九九通通 有这个成立 那么今天方框里面的数为七十一 那您看 这样操作起来 是不是要比它拆成九和十一做起来 是不是要快很多吧 而且非常的容易 可操作性非常的强 所以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好 第二小问 迎春杯考过一道题目 你只有一个九维数 二零零七 框一二 框二 又是九的倍数 又是十一的倍数 真费事 那说起来又是什么呀 就是九十九 就是九九的倍数嘛 对不对 那么请问这个九维数是多少 跟第一个小维数 比一样的处理方式 那还是从末尾开始 两位一段 两位一段 二零零七 框一二 框二 好那从末尾开始 两位一段 框二断开 十二断出来 七框断出来 两零断出来 就变成了二 好那这样子的话 把错断开的所有数段 合加在一起 二加零零 那零零就相当于就是 零 那就不用管了 再加七框 再加十二 再加框二 这个加完之后的结果 肯定应该是九十九的倍数 一样的道理 估算一下 只能是九十九的几倍呢 想想两倍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这还是一句话 这两个框紧挑的 是不是只能填 俩九 你加一加发现 也到不了九十九的两倍 一百九十八 对吧 所以这个就只能等于九十九了 好那接下来 可能我们稍微整理合并一下 这两个框代表的数字是多少 是不是就很容易出来了 当然了 这个地方稍微需要同学注意的一点就是 因为这道题的两框 最后是被分开的 它不像我们刚才的那个第一小问 两框是放在一起的 所以有的时候 有朋友可能坐到后面 就有点忘记了 这个框到底 哪个框对应的应该是哪个位置 所以如果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咱们也需要把这两框给它分辨出来吧 那俩框能分辨得了吗 不行 不能 那咱们什么能分辨得了呢 你俩框 或者说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两框代表的数字 我知道这个框应该是哪一个位置上的 那个框是哪一个位置上的 那光靠这两个一模一样的框 肯定不行了 那我可以稍微改造一下 对吧 比如说我朋友说 老师那我在这框上面编个花篮 是吧 画点什么其他的符案 这都没有问题 当然了 另外一种纯数据的方式 那我就用两个字母来代替 对吧 比如说 我令这个框里面的数字 用A来表示 这个框里面的数字 用B来表示 那这样子的话 A和B对应的是哪个位置 你是不是立马就清楚了 这样也不会出现相关的 这种搞混的情况 那这个 再来稍微提示一下 有或者没有都没有关系 那主要是看你 能不能够出现这样的问题 如果老出现 那咱最好把这个框分辨一下 好 那最后把这两个框算完 那我的这个九位数 是不是也就知道了 好 简单看一下解析过程 好 那为了避免刚才出现了一种 容易混淆的情况 我就把这个元素 设为207A12B2 把两框变成A和B 那么根据被九九整除的特征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等式成立 那最后应该得到 这个加完等于75 那太简单了 很容易得到 一应该等于3 一应该等于1 所以最后这个九位数代表的就是 200731212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小问 明白了吗 好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小问 123456789 咔咔咔 也就是把1到99 这99个联系自然数 一次写成了一排 组成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多位数 问他除以99的 咦 又变成余数了 对吧 对 这个咱们刚才学的是整除特征了 就是能不能被99整除 我知道怎么做对吧 那算他除以99的余数 那是不是就动手除一下呢 太长了吧 那肯定的 那是这么长的一个多位数 真的除到最后 就是除到后面马月去 对不对 那就是叫做动手脑筋了 想想咱们在上节课的时候 讲了很多种的特征 是不是顺带着又说 可以用这个办法 来确定他除以这个数的余数吧 那99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你看 我们99是把这个多位数 从末尾开始两位一段 把断开的数加在一起 求和 有点像哪一个呀 整除特征里面 哪个也是要求和的 有 3或者是9 是不是也是求和的 只不过3和9 是把每个数上的数字 加在一起 而99 是不是也是两位一段 两位一段 断开的数加在一起吧 所以其实99 它的整个特征 是可以并到39 那个里面的 也是称之为和系 只不过它稍微特殊了一点 我们单独拿出来说 那同样的 那你知道了这个 那这小题很容易解决了 判断这个多位数 除以99的余数 怎么办呢 那也跟 一样的 跟正出一样的方式 对吧 从末尾开始 两位一段 两位一段 把断开之后的 所有数加在一起 看这个和 除以99一起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算一下吧 从末尾开始 两位一段 那就是断开 99 98 全部就 97 96 95 94 93 92 91 那太简单了吧 对不对 那一直再往前 12 13 11 10 也就是说 从10开始往后的 到99的这些两位数 正好是不是恰好 被两位一段 断成了我们熟悉的 那些两位数吧 那接着再往后 那全部都是一位数了 你可不能变成 123 45 789 相加 那再往前 应该是谁和谁了呢 89 67 45 23 最后一个 1 好了 那把它们加在一起 再去除以99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解析过程 还是一样的道理 把它从各位开始 两个数字一段 最后分成的 应该是这些数 那最后把这些数加在一起 等于的结果 等于 5130 那也就是说 我只要算一下 5130除以99余几 那么原来这个长长的多位数 除以99的余数 我就也知道了 那5130除以99 都说除一下 这可以吧 没问题 或者能不能口算呢 这个能不能还用啊 哎 你看 现在我要求的 是不是想画了问题 我就问你 他除以99余几吧 那问5130这样的一个 四位数除以99余几 会不会做呀 一样 一定要动手去除吗 不用的 对不对 还是一样道理 从末尾开始 两位移断 很明显 断看之后是 51加30是81 那81除以99 刚0应该移的就是81 OK 所以最后的结果 就是81了 好 这就是我们 第一的三个小问 把我们刚刚学过的 99种数特征 再来巩固复习一下 其实你会发现 只要你记下来的特征 这三个小问 多起来 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了